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大家都知道 人只要到了30、10歲 所有的身體機能 特別都是會再老化 特別是你的肌腹 可能20幾歲 開始如果你沒好好分享 就會有皺紋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些人5、60歲 看起來卻好像20幾歲的少女一樣 所以今天健康2.0要教大家 不只是抓住歲月的尾巴 我們還要教你逆你的年齡而行 讓你回到你10幾20歲的樣子 另外最近還有一個新聞說 聽說你臉部的老化 除了跟膠原蛋白流失有關 聽說也跟骨質疏鬆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馬上就回來告訴你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兩個逆您的代表 日本第一不老先妻 還有我們的敵英大姐 順培姐這怎麼回事 你知道現在已經不流行 只是講美魔女 現在要美魔女還要變成仙女 仙女 日本第一仙女 那個逼死人 意思就是說你還要有仙氣 那仙氣的決勝關鍵是皮膚 來先講講日本的第一 加油仙親美魔女 這個是誰 52歲的水骨牙齒 這樣52歲 這次剛才20歲造的吧 醫師 你看她的膚質 甚至有人更誇張說 大概就只有20 因為膚質有年齡 皮膚有年齡 她的皮膚可以維持只有20左右的年紀 那她到底怎麼保養的呢 來講講她的故事 水骨牙齒已經有兩個小孩了 她平常其實光是上保養品 大概只有10分鐘5分鐘很快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第一 她的皮膚嚴重敏感 而且很乾燥 所以她說她不能用一般的那種去角質 因為皮膚會受到傷害 她自己就研發出一種方式 就是早上的時候她會泡澡 泡澡透過那個蒸汽 其實可以讓你的臉的怎樣 毛細孔可以張開 張開來 張開的時候 她是不是就開始進行臉部的按摩 這招可厲害了 尤其現在秋冬 有時候你知道早上剛醒來 然後皮膚也剛剛好吹痰可破 她就透過這個泡澡的過程 就來等於是 補充她臉部的水分的感覺 對 然後你看 她會用一些熱毛巾來敷臉 然後之後她還會做一件事情 這個也很重要 她為什麼可以52歲 維持成20歲的皮膚 是每天要按摩她的皮膚 刮沙 而且醫生你也知道 50歲之後就跟土石流差不多 你不要難過 我也是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那個皮膚可以緊緻 水骨牙齒就告訴大家 你就透過這種刮沙的方式 臉部的刮沙動作 由下往上 由內往外 這有配方的 可以維持52變30 那敵因呢 這就是我們台灣之光對不對 敵因58歲 58歲是什麼概念 接近60 真的看不出來 真的講實在看起來像40歲左右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有一段時間 她有努力上健身房跟運動 所以她瘦了非常多 第一 當然體重要維持在一個正常的體態 那第二件事情 她有特製一個補血的秘方 補血早餐 你看 其實我們女生 只要是熟齡之後都要喝豆漿 於是她就在有機豆漿裡面 要加入很多的堅果 堅果 松子 核桃 腰果 黑白 芝麻 每天都要喝 然後我在家 其實你每天這樣喝 然後躺在那邊看電視 其實也沒有辦法維持 她還有做別的事情 什麼是 運動 第一 每天她都泡湯 你有沒有發現跟水骨牙子很像 對 好像他們這些皮膚好的人都有在泡湯 都有在做蒸氣熱敷的感覺 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因為有些醫師是說 不要一直泡熱水 我不知道說會不會有皺紋 可是顯然這兩位美魔女 她們是透過不論是蒸臉 按摩 或者是泡湯的方式 讓自己的皮膚可以加速新陳代謝 然後鼎音還說 除了喝堅果 豆漿之外 她其實每天有喝400CC的檸檬水 這也很重要 因為很多女生也都會 補充維他命C 還有一些抗氧化的東西 對 你有沒有覺得童顏 這些女生永遠 這真的很厲害 蘇醫師 因一個美容醫學醫師的專科醫師 你認為我們現在看看水骨牙子 這個臉部刮痧 對我們的臉部到底有什麼幫忙 這樣臉部的刮痧 我認為它是一種促進臉部的血循環 一種按摩 像這個刮痧棒 對 來 這個我的撇步 我跟你講 怎麼刮 怎麼刮 它怎麼出去 蘇醫師 你看 叫一下聖美姐 大概這樣刮 對嗎 你看我這是符合人體攻擊 首先刮要由下往上嗎 我們通常建議我們要刮痧的方向 還是由下往上 而且是由內往外 事實上這是一種提升的方式 就是我們常常在美容醫學也講 這是一種拉提 事實上這樣的話 事實上這樣的方向 就會讓我們的皮膚 還有裡面的結體組織和組織 照著我們正常的抗老化的這種 紋路種 事實上我們的Sale 我們的細胞 是會往這個方向的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建議是這樣子的 你知道現在流行這個位置要有什麼線 有一個你知道很漂亮的 這條叫什麼線 下輪廓線 下輪廓線 下韓線 你知道 你的不錯 很明顯 很多人過了30以後 這個線都不見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去 所以像我們在講那個刮痧的時候 就好像書醫師講的 除了對我們來講這樣刮的時候 我都常常講 身體哪個地方受到刺激 哪個地方就會生長 你要它生長在哪個方向 你就多刺激它往那個方向 這刮痧板好適合你 真的嗎 這本來就是我的 是我建議的 而且刺激拉在拉之後 有些水腫會被弄掉 學醫學會比較好 當然久了之後 可能就會變成一些比較好一點點 另外老師 你說這個這樣子刮痧 臉部這樣刮痧 其實跟全身的經脈也有關係 有絕對的關係 特別剛才你講到那個土石流 這個從《皇帝內經》裡面就說了 第一個腎煮骨 腎氣如果煮的時候 這個骨頭就會飽滿 然後肝煮骨 如果肝氣是煮的時候 骨就是會有彈性 所以我們側面這個地方 其實都是筋 所以如果肝氣足 這個筋就會有彈性 然後我們的脾胃如果正常的功能 肌肉就會有彈性 所以等一下我會教大家 這個貴妃提炎術 跟醫師剛才講的 都是這個方向上去 所以你說這樣子刮痧 除了讓你變美之外 其實跟全身的經絡 也是很有關係的對不對 所以不是只有 刮痧不是只弄臉 事實上對全身的健康 也非常非常好 明華 我就想知道 剛才我們迪因的早餐 到底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他這個早餐你覺得是什麼問題 其實他一點都不特殊 但是就是因為現代人吃得太差了 所以顯得好像他特色 其實你看他就是各式的堅果 好的油 搭配優質的蛋白質豆漿 而且是有機豆漿 然後搭配一些紅豆跟薏仁 就是所謂的五股雜糧 所以有澱粉 有蛋白質 有好的油 其實就是我們營養師 常常會建議大家三餐要吃的 只是因為現代人幾乎吃得太差了 所以顯得底櫻姐好像吃得特別好 所以如果基本上你一到五上班沒有時間 六日比較有時間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模仿這樣子的一個 飲食的一個組成當做早餐 而為什麼對於皮膚會好呢 其實還是有原因的 包括這些堅果它含有很多的 維生素E 本身就具有抗氧化的一個作用 還有蛋白質 豆漿 大家都覺得膠原蛋白是要補膠原蛋白 其實你只要吃足夠的優質蛋白質 它在我們體內還是會重新合成膠原蛋白 所以我們會發現常常很多女生減重 完全不吃任何的肉 魚 其實那個皮膚很快就垮下來了 所以豆漿就是很好的蛋白質 再加上它的這些五股雜糧 本身的膳食纖維 一些微量營養素 對於皮膚一定都很好 所以迪英大姐她的這個早餐 其實在看起來 其實只是一個健康的早餐而已 就是提供了一些蛋白質 還有一些抗氧化的東西 還有一些纖維素 就是這樣子而已 只是我們平常大家都沒吃到這個樣子 都吃得很差而已 另外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就一定會開始老化 書醫師 人的老化到底是什麼看 而且跟骨頭到底有什麼關係 人的老化事實上 這一章是講面部的老化 我們來看面部的老化 面部事實上我們在醫學上 還是有一般的一個定義 基本上它會 我們的皮膚會開始叫dryne 叫開始乾燥 變乾燥 然後皮膚會開始變薄 然後結地組織 會開始鬆垮 所以我們叫做彈性 皮膚的彈性會減弱 膠原蛋白會流失 所以事實上我剛才講的四大要素 都是皮膚老化的要素 但是在面部 大家看起來就可以知道 我們通常看人的皮膚老化 可以從前面的上寬下寨 倒三角形 以前都是比較V臉 然後漸漸的變成方形臉 那你就知道你的肌肉是開始鬆垮了 這樣會流失了 開始往下墜了 往下墜 到最右邊的 非常是倒三角 到最右邊的變正三角形 這樣剛才盛美所講的 整個就是鬆垮 我們面頰的這些肌肉 就會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就變成 大家可以看到最右邊那張圖的 正三角形 這就是一種老化的過程 對 我們看臉部的老化 大概就會看到幾個 眼角的細紋大家都知道 眼袋 法令紋 雙下巴 好像都會看到 可是趙書醫師剛剛講的就是 一般人正常如果很年輕 基本上你的頭這樣畫下來 就是會一個倒三角形 因為你的膠原在不然很夠 整個這邊都被提上去了 可是等到你慢慢變老 變成這樣子 就方形的時候 然後皮膚皺褶就開始起 名畫還是倒三角 再補充一下 皺褶就開始起來 所以事實上皺褶的紋路也是老化 你看抬頭紋 然後魚尾紋 這些紋路 還有法令紋 還有眼袋類溝的紋路 都是老化的象徵 大家最沒有注意到的 事實上 我在臨床上 大家最沒有注意到的 事實上是脖子 所以很多來求診的病患 他們面部都很注意到 頸紋倒是很少人 但事實上他的脖子很老化 所以有些人 這個臉部可以弄得很美模擬 剛才上面那一張 可是他的頸部沒有重視 頸部很老化 對 所以各位觀眾 你要知道你現在到底有什麼年齡 有沒有保養得好 你就拿個鏡子照一下 然後照這個圖畫一下 你現在到底是倒三角 方形臉還是正三角 那這個跟骨頭密度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我們認為跟骨質密度 在皮膚老化的過程中 事實上有在美國 幼稚大學有長型 大型的研究 事實上就是我們所謂的 叫停經後的婦女 他去做研究 就是Astrogen 我們的動情素 動情素的減少 事實上對於我們皮膚 也是一個老化的過程 所以你看到到四五十歲 尤其在Postmenu叫停經後的婦女 他的皮膚急速的老化的特別快 一年是3%的速度 你的膠原蛋白會流失 那荷爾蒙事實上Astrogen 動情素大家也知道 停經後的婦女 動情素如果減少的話 他的骨質密度也會流失 所以事實上皮膚老化 跟骨質密度的流失 是正相關的 就是這個Astrogen 就是這個動情素的 最主要就是荷爾蒙分泌的關係 因為女性的荷爾蒙 大家都知道停經之後 骨頭就是一直在流失 大家都說跟女性荷爾蒙有關係 但是他們國外做的研究 就是說有一些骨質密度 可以保存很好的女性 事實上她的膠原蛋白的流失 也會比較慢 只是在醫學上來講 我們覺得是很合理的 因為骨質密度 也是要靠新人代謝去維持的 你是人代謝好的人 你當然膠原蛋白比較不容易掉 所以我才講說 人體都是一體的 你顧好你的骨頭 其實也在顧好你的膠原蛋白 你的膠原蛋白顧不好 其實骨密度也是跟著流失 是不是 妳臉上有沒有皺紋 妳最先出現的皺紋是哪一條 眼睛 眼睛 旁邊那條線是不是 而且其實第一 我老化得非常快度 因為我發現現在的女生 妳太勞心勞力了 還有就是有一些問題 就比如說我們很早就開始化妝 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化妝上課的 而且我會化個大濃妝 那各位化完妝回家是不是要卸妝 所以你每天其實在拉扯你的皮膚 所以我大概30歲左右 我這邊已經紋路非常多了 然後因為我30歲我就生了小孩 35歲就生了第二個小孩 所以剛醫師營講 我有嚴重的骨質疏鬆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大概40歲左右 去做這個骨質疏鬆的狀況之後 就發現我已經有骨密問題了 難怪那段時間我就覺得 我老化得非常快 那時候 張康德心的代理很差 真的 那我停經之後更悲慘了 就是說我也有勤保養 也有保濕 也有擦 可是過了30歲之後 好像擦也沒有用 它的這個紋路還是繼續還是有 然後最嚴重的是 我就有你們剛剛講的三八紋 我很早就有 就是這個地方我有紋路 我這個地方也有紋路 我最明顯就是 你看我已經顧得這麼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兩條 還是有出來的 好生氣 而且你們很可惡 竟然叫小木偶紋 我也不願意 而且怎麼弄都弄不掉 對 所以我剛剛問一下蘇醫師 我們臉上出現的紋路 到底主要可以分解哪幾條 這個三八線到底什麼意思 你們真的太狠了 醫學上事實上我們對於老化的定義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左邊就是你看很年輕的臉 右邊就是一個比較老化的臉 對 第一個叫類勾紋 對 類勾紋 那這個三個八我們來畫一下 這就是它出來 這是第一個八 如果在兩側就是一個八字形 第二個法令紋這個八 這個第二個八字形 是第三個就像森美姐所講的 就是嘴角的這個紋路 這個都明顯 為什麼會很明顯 就是像我說的 皮膚的彈性組織 已經比較鬆垮 膠原蛋白流失 你看到這個流失的膠原蛋白 非常使得它小細紋 然後一直到這個大的 皺褶紋路的形成 這個三八紋 如果大家可以畫一張臉 你給大家畫個三個八的紋路 就會顯得非常的老態 上次我們醫學上很認為 這樣是一種老態的一種產生 所以你要看你這些臉上有沒有皺紋 請你先看這三條線好不好 眼溝底下 因為這邊都是一些 那個肌肉轉折的地方 所以這邊膠原蛋白質要稍微不夠 那個皺紋就會很明顯 整個彎過去 所以第一個就在淚溝 第二個就在你的髮 第三個你的嘴角好不好 只是為什麼要講三八 就是比較難踢一點 剛才書醫師講的 這邊一條 這邊一條 現在一個八 這邊一條 這邊一條 又一個八 都已經老了還要被講三八 所以老了還要被人講這樣 其實真的是很慘好不好 眼溝老師 聽說你有一套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調節臉上的這種 這種三八線 可以把它消除變成二八線是不是 是 怎麼中 會什麼八都沒有 要讓我的皮膚保持年輕 它是要從深層裡面的調理 我們的耳朵前方有胃筋 有小腸筋 然後兩側這裡有三膠筋 上面有膽筋 後方我們常常聽到什麼 風磁穴 後腦勺 預診官 這裡有膀胱筋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教大家怎麼做 用我的右手放在左邊的耳朵 對 右手放左耳朵 然後呢 他五十肩有麻煩的 把它拉 向後拉 然後要有點向上提拉 然後到了後方在這裡要繞一圈 因為這裡有風斧跟風池 繞一圈之後 我再繼續轉 到了右邊的耳朵 要把耳朵蓋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訣竅 我的大拇指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穴道 叫做液風穴 這邊要一按 幾乎你如果有去臉部按摩 這個地方是按摩師一定要會按的 因為這個穴道 在古書裡面講 就是專門治療嘴歪眼斜 然後從側面膽筋向上提 這樣子一次 然後就要從左手換右邊 你看這個大這個食指 四根手指頭 好像那個梳子這樣子把它爬起來 爬起來 從後方 然後這裡要繞一圈 把我們的風斧 風池 重蠟的穴道都滑過去就對了 繞一圈 然後耳朵蓋起來 然後大拇指按壓一下 一風穴 然後把手來到我們的耳朵前方 然後再往上 提上來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我很愛笑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訣竅 就是我提上來的時候 自己要刻意的 笑一下 帶著笑容上來 那你就會很 又是被動 又是主動 讓這個拉提的效果就會出來 那你只要左邊 右邊 這樣稱為一回合做八回合就好 那這整個氣血就會向上拉 特別是在晚上睡覺前做完 其實這個整個頸部頭腦都會放鬆 痠痛也會好一點 可能會比較好睡 然後剛才聖美姐講這個五十肩 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五十肩導致這個快速的老化 因為這邊有肺筋 我都已經骨質疏鬆了 這裡有肺筋 心包筋跟心筋 當你這邊受傷的時候抬不起來 這個氣血循環就變差 然後肺阻皮毛 如果肺氣不足 我們身上的臭氣就不足 然後你就會 臉就會垮下來 臭氣怎麼寫 一個肉字旁加上一個餅皺的皺 它就是藏在皮肉之間 就是現代醫學講的膠原蛋白 所以肺氣足 臭氣足 這個皮就會撐上去 好 所以劉康老師教我們這個 貴妃體驗書 每天睡前記得做八字 不太可以讓你的臉變得很緊繃 說不會有這種三八線出來 而且還可以讓你治療五十肩 多多多晃動晃動一下 另外現代人工作很忙碌 大家常常都要加班熬夜 加班熬夜會造成你的心得力的不好 造成你的膠原蛋白加速的流失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就告訴你 怎樣找回你的膠原蛋白 大家都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甚至逆時光而行 想要做到這一點 跟很多女明星學歷就對了 因為她們實在太厲害 順便姐 這個孫莉也是很厲害 38歲看起來跟少女一樣 可是你知道嗎 她在拍那年花開月真元的時候 她只有35 她在那個戲裡面 一開始是演15 35可以演15 你知道現在演員壓力也滿大 都是30 但是要演10幾歲 但是10幾歲靠的 真的就是一個完美的膚質 因為你不能透過妝 厚厚的妝去蓋 妝可能救你5歲 10歲可以 對啊 要救個10歲 那就要靠她原先的膚質 所以孫莉也也是一樣有些 第一 她說 因為很多的戲是要出外景的 只要那一天它會曬到自然光 那有些食物她絕對不碰 也絕對不吃 例如這些大家也都知道吧 會光過敏的 像芹菜 她說的香菇 胡蘿蔔之類的 這些 比如檸檬這些 她說只要那天 她確定是會去曬到太陽 那這些東西不吃 就是一來會光過敏 二來她擔心會有斑 我們剛剛講的 女生大概30到40 最擔心就是整個都有斑 她怕吃到這些東西會吸光 有斑 因為你一定有斑就扣5歲 滿臉都是斑 變王二馬子了 所以她第一招是光感食物 她不吃就對了 對 那一樣 她皮膚也一樣非常敏感 所以她非常非常的瘋狂 希望自己皮膚可以排出一些毒素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們已經長期要化妝 你們沒有辦法完全卸乾淨 所以她每天一樣跟前面講的 就是會敷臉 對 然後她會用比較天然的東西 去敷臉 比如說香蕉 對 加蜂蜜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面膜會造成過敏 所以有些人就乾脆自己研發一些 適合自己皮膚的 她就說像早上她會喝500CC溫水 加一點點鹽 也是讓自己可以排出一些髒東西 因為畢竟你長期要排戲工作 你沒有辦法飲食正常 所以這一招其實也滿好 但重點來了 大家都知道孫力 狂愛泡腳 她超愛超愛泡腳 她甚至在劇組 空閒時間 筒子就拿出來直接泡腳 因為她認為泡腳 可以促進全身的血液循環 然後泡腳也可以讓自己比較放鬆 所以對整個身體的健康皮膚都有幫助 她不但自己泡腳 所有的朋友都透過她知道要泡腳 真的每天不分四季 她都在泡腳 所以人家為什麼35可以演15歲 我們就不行 對不對 女明星為了要這樣歷史逛行 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皮膚 好像大家都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招式 都是比較好奇 明華她剛才講這個光感食物 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效嗎 的確其實坊間有流傳很多光感食物 例如像是柑橘類 像檸檬 或者是現在秋冬有的橘子 或者是一些氣味比較重 像芹菜 香菜 九層塔 這些東西其實我都很愛吃 其實說實在 你要真的吃這些食物到黑 要天時地地人和 第一個你可能本身要光過敏 是體質 第二個你要吃非常大量 如果你只是吃甜不辣上面 一點點香菜 或者是貢丸套裡面一點點芹菜 這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再加上你要大量的曬紫外線 那基本上你就算不吃這些東西 大量曬紫外線你會變黑 也是過 基本上這個其實沒有太多根據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處理這些光 比較容易感光的食物的人 你的手 或者是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的嘴巴 像剛剛有提到500cc的檸檬汁 他可能每天這樣喝 你就要注意接觸到這些食物的 外層的皮膚 因為我之前有遇到一個藝人朋友 他就是假日要帶小朋友 去大家和平公園玩 他想說夏天 他自己自製那個蜂蜜檸 想說在外面玩一定會熱 一定會想要喝飲料 他就自己一直擠 擠了10幾分鐘 然後趕著出門就出門了 結果玩到一半發現 他的手開始真的變黑了 他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越來越黑 他就馬上去皮膚科 想說是得了什麼怪病 然後後來醫生也看到 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忽然 只有黑手指 對 而且是不均勻的 就是這邊一塊 這邊一塊 然後後來查查發現說 原來是因為他擠那個檸檬 擠了10幾分鐘 可能這已經沾很多 然後出門又趕 他沒有用肥皂去洗手 然後又馬上到戶外去曬太陽 這樣子才比較有可能 會導致反黑的狀況 如果基本上你吃到肚子裡 你要吃到反黑不太可能 網路上還有更誇張的 任何深顏色的食物跟飲料都不合 咖啡 可樂 醬油 烏醋 基本上你要吃這些東西 吃到黑是不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 那我就每天喝牛奶 吃白米飯 吃立可白我也變白 我就超級白了 對 就不可能 然後還有 大家每次想到皮膚變白 一定會想到一個就是維他命C 然後覺得維他命C 其實的確 如果以化學的一些理論 的確維生素C 它是可以抑制 弱氨酸酶酶酵酵素的活性 可以減少黑色素的沉澱 但是這是理論 基本上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還是要看個人體質 的確我有朋友 吃了很多維他命C的食物 真的變白了 但是也有些人吃得好像沒什麼效 好像沒什麼效 對 但是還是要講 維生素C本身是好的東西 它對我們身體好處很多 不單單只是美白 對 所以還是好 感光食物大家也不用太care 雖然廣告書的定義是說 這一類的食物對光線很敏感 會吸收紫外線 但是其實你沒有吃超級超級大量 是沒有問題的 反而你有時候沾到手上 可能傷胎質還會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基本上 我們覺得這類食物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跟這類的美白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另外一直講到 其實皮膚要保養好 就是要避免掉紫外線的傷害 常常在聽紫外線紫外線 所以是紫外線 對皮膚到底是什麼傷害 到底是什麼傷害 事上我常常講 皮膚的第一道殺手 其實就是陽光 對 我們陽光照射到我們的皮膚 就可以 陽光的 尤其是陽光中的紫外線 紫外線當然分為A B C C 通過創造成隔離 不會跑到我們 不會跑到我們 不大容易到地球上來 所以最大的殺手 就是這個紫外線 UVA跟UVB 那A常常大家可以記 A就是Agen Agen就是老化 變老 B就是Burn Burn就是 燙傷 對 所以事實上UVA UVB大概很好記 所以A事實上 UVA的這個 長波 長波長的紫外線 是造成 它可以到達真皮層 它可以造成我們的皮膚 彈性的減弱 大家剛才有講 如果斑點增生的話 事實上還是很老化 斑點增生有些就會形成 像我們叫H-SPAR 叫老人斑 所以事實上 在新英格蘭醫學的雜誌 有一個開車卡車司機 長達28年在那邊開車 右臉的日曬很長 所以它就半邊臉 大家去看這個圖 這非常明顯 半邊臉老化的嚴重 為什麼 它長期28年 都是曝曬在陽光 對 因為這張圖很有名 所以我有常常 所以我常常有些患者 他們來 他們又說 蘇醫師 我這個半邊臉 對 尤其是開車的 像Driver的司機 女性也有 他會秀出他的手臂 其實他們只要在手臂 結果他的右手臂這裡 斑點特別多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 如果你是長期有在開車 尤其是有些女性 常常是長期在開車 他右手臂這裡的 老人斑特別多 希望我把它處理掉 我們台灣的話是左手臂 反而就一半的手臂 非常多的老人斑點 也有很多這樣的一個Case 所以事實上再次的證明 證實 陽光是我們皮膚的第一殺手 因為那張圖真的很有名 他就告訴你說 因為這個司機 他每天這樣子 上班下班的時候 很規律 所以他會照射到 很強烈的陽光的時候 都在那一段時間 他那段時間 他一定固定在開車 所以方向都一樣 所以他永遠都只照到 這邊的臉 所以久了就變這個樣子 這段時間會告訴我們 就是上下班不要太準時 不然要稍微繞一下 不然就要換路 要防曬 要防曬 對 重點要防曬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 我們的膠原蛋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請秋香老師 教我們怎樣煮一道 滿滿的膠原蛋白的料理 秋香姐 請問妳今天要帶來的 膠原蛋白料理是什麼 今天做的是一個 酪梨沙沙的鮭魚 酪梨沙沙梨 OK 怎麼做 做法其實很簡單 主要是材料 材料就是 我準備的鮭魚 然後有新鮮的香菇 這個是櫛 還有這個酪梨 然後這個維他命C 高一C的柳橙汁 因為我在熱鍋的時候 我就順便接下材料 還有就是 番茄丁跟洋蔥丁 然後黑胡椒 橄欖油跟鹽巴 就這樣子 好 其實做法很簡單 我們就是鍋子先熱了 我們在煎魚的時候 很怕它臭臭的時候 就是你的鍋子不夠燙 所以你要先熱鍋對不對 對 先熱鍋 然後我們 因為鮭魚很油 所以我們就是給它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的油就好了 好 所以不要冷冷 就把魚丟上去就對了 熱了再丟魚 對 熱了再丟上來 是 好 然後呢 有這個聲音就是熱了 聽到這個聲音還不錯 滿吸引人的 千萬不要拿手去試 千萬不要拿手去試 因為我們 本身油脂很多 所以你油就只弄一點點就可以了 對 就擦一下 擦一下就好了 然後其他的地方 像我們任何的一種就是說 我們在用鍋子在 比如說我要烤東西的時候 盡量就是挑那個鍋子 稍微的厚一點的 這樣我感覺很怪 感覺這整個鍋都乾乾的 你就一直丟東西 對 這個鍋還不夠厚 如果鍋子很厚的話 它整個烤起來的菇 是非常的好吃的 無敵好吃 好 這樣就是去烤飯 你確定你不要灑一點 什麼沙拉油進去 就這樣就可以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很特別 相信我 好 我給它一點點鹽巴 在這個菇的上面好不好 這個 不然的話它會 那個味道會不夠 好 先把它蓋起來 你現在只有加了鹽巴 跟一點點的胡椒而已 就這樣蓋起來了 是 這樣子蓋起來 它就非常快速的就會 爭切的效果 所以它就會很快的就會熟 香菇等一下不會燒焦 你都乾乾的 我就是要讓它烤焦 就是要烤焦 我們這種就是 等於是一個乾煎的方式 不像說你放在那個爐火上面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那個 炭火上來 這樣是比較不健康的 好 因為櫛瓜 也可以吃半生不熟的 所以我們櫛瓜是厚焦 我把香菇先把它烤過 現在我來調一個醬 這個醬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沙叉醬 就是 因為要先把它調起來 對 番茄丁 這個非常的簡單 然後洋蔥丁 洋蔥丁 這沒有竅門的 好 然後 鹽巴 怎麼感覺你這道菜 好像就是通通丟進去就好 這個也是用丟的 這個也是用丟的 是 沒錯 好像我也會 你也會 你一直都會的 觀眾朋友都會 是 那胡椒 還有胡椒 好 接下來就是橄欖油 橄欖油給它下來 把它拌一拌 那現在因為有鹽巴 所以它等一下 番茄就會出水 番茄 洋蔥都會出水 好 那這個柳橙汁就下來了 所以我們的調味料就很簡單 就是胡椒跟鹽巴 那這裡面的膠原蛋白來源 就龜蟻也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還有酪梨也是 好 那你看我們蓋上鍋蓋 現在是不是半熟了 快不快 對 看到魚肉都變色了 如果你不蓋鍋蓋的話 你就要增加很多的時間 所以這個訣竅 鍋蓋要蓋起來 對 那再來就是 它可以節省時間 可以減少油煙 對 沒有油煙 我以為本來會整個這樣子 只有接觸面積會熟 結果是發現整個好像都OK了 對 你看 也沒有焦掉的感覺 沒有 這個就是技術 好 那我們把它翻面一下 魚 因為都沒有油 因為我們沾了麵粉 所以會有一個麵香味 真的是乾煎 對 就是乾煎 這個其實等於是烤的一個方式 先換另外一面煎一下就對了 對 那現在我把這些 小黃瓜後放 這是櫛瓜 櫛瓜 後放 所以這個櫛瓜放進去然後呢 櫛瓜放進去 大概就是再一分鐘 你可以幫我把盤子拿來 準備要擺盤了是不是 是 準備要擺盤 我們鮭魚要試探有沒有熟 其實不管是鮭魚也好 任何的魚 我們就是 如果是整條的魚 就先從頭的地方去 比較厚的地方把它搓下去 如果搓得下去的話 就一定下去的 不然就是在尾魚肚的地方 插進去 你煎的時候 不然的話你煎那個魚 如果半生不熟 其實在回鍋煎很難吃 鮭魚因為整片了 所以你很簡單 就是我搓得下去的話 就是熟了 對 熟了 可以 好 那我熄火 給它稍微的30秒 這樣感覺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 下次我也可以示範 下次我示範 下次我就不用來了 等一下 你要留一口飯給我吃好不好 沒有 2.0就是要介紹一個 大家都會煮的 只要我覺得簡單吃 基本上每一個人都煮得出來 是 好 那你看我們一面讓它比較焦香 一面就不需要那麼焦香了 我們翻過來 你看 一面焦 一面不用那麼焦 因為剛剛那一面的焦香的味道 會滲透到這些蔬菜裡面 所以這些蔬菜就變得非常的好吃 好 那我們還要再補一點 鹽巴在哪裡 在這個剛剛的 櫛瓜上面 櫛瓜 櫛瓜上面都沒有那個 好 因為盤子不夠大 所以我就用一片就好 就用一片 就是示範就好了 好 這些櫛瓜 很香 有沒有聞到 真的很香 好像根本沒有 其實你沒有放什麼調味料 對 整個這樣就很香 是 食物的原味 是 食物的原味 再把那個醬 對 其實你也可以把那個酪梨 把它壓成米晃在這裡面 但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就是 我酪梨我吃起來是有口感的 所以我這邊酪梨排的是滿多的 就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 所以這一道滿滿的 充滿膠原蛋白的料理 就送給大家 這道酪梨沙沙龜儀 在這個秋冬裡面 讓你的一個皮膚 可以變得又白又嫩 又有膠原蛋白 演藝圈除了很多不老女神之外 事實上還有很多不老男神 我們等一下就要回來告訴你們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另外燕寬老師 待會來告訴我們 教我們怎樣做一個回春宮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演藝圈除了很多不老女神 事實上很多也有不老男神 像這兩位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好 沈梅姐 周恩發今年65歲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 他其實去年的時候來宣傳 在台北宣傳的時候 他一大早去跑步 結果他去跑步之後 他後面跟了一大堆的粉絲 跟著他在乘跑 所以那個畫面很有趣 但有話說回來 周恩發滿保養自己 因為過去他認為自己 因為他18幾 183公分 那他覺得自己過去 就體重過重了 所以他曾經在營養師建議一下 是10個月大概減掉13公斤 他其實減得蠻健康的 那也因為那個減重的過程 讓他知道就是少鹽少油少糖 也就是說他之後的飲食 都非常清淡 接下來因為他喜歡跑步 當然也有一些專家 是認為那麼大年紀還跑步 會不會對骨這個方面 對膝蓋不好 但是他不只是跑步 他在香港 你看那張照片 是他跟劉嘉玲 很多香港的民眾 會在山上捕獲野生周恩發 因為他喜歡跑山 他不是用爬的 他是用跑步的 那可見他身體的狀況還不錯 那我在小小講 他早期來台灣的時候 他還很瘋狂的一件事情 他超愛腳底按摩 他會自己去買各種 腳底按摩的工具 然後他在片場 就會跟大家講說 你這樣子不行 肚子太大 然後就把 就來 腳底按摩 結果大家都愛愛叫 因為腳底按摩很痛 他很愛 再來 永遠的處留香 73歲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小時候看處留香的時候 他就長這樣 對啊 真的很誇張 我現在看到他長這樣 第一 他永遠維持一定的體重 也就是說 他有很多的禁忌 第一 當然絕對不抽菸 不喝冰 很多藝人都維持 不喝冰水的這個生活習慣 滿好的 他會喝一點點紅酒 來保養自己 重點來了 因為我也研究很久 他每天會喝一種枸杞加兩片的豆籠汁 豆籠汁 各位我不是專家 我建議大家 不要就隨便上網找 然後就泡來喝 不行喔 你還是要問中醫師 其實男生要保養 第一個就是不能變胖 對 他們都也是保持良好的體代 周恩發主要是要靠一些運動 我們永遠的處留香 還有他自己的一些秘方 葉華老師你的秘方是什麼 回春宮怎麼做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這個很好的 這一個功法 回春宮 從前方的丹田繞到後方放在兩腰 那很重要就是我們的河骨穴 要對在後腰這個地方 所以要放著 因為河骨是對於整個上半身的 這個保養非常非常的重要 把我們的左手拉到前面來 膝蓋微蹲然後向上起 重心就站在左腳 然後向後方轉 為什麼要這樣子轉 然後一定要把腋下打開來 打開 因為我們的心筋 我們的肝筋 膽筋 還有我們的肺筋 都是在我們的肩膀 所以在這個地方一轉 畫一個圓 那很重要的 要把我們的手掌 貼在我們胃這個地方 因為後面是接著我們的先天聖氣 前面是接著我們的後天脾胃之氣 再把手回到後方 河骨對著兩腎 再把右手拿起來 然後起身 你要再看一下我的肋骨這個地方 要整個把它做一個伸展 這樣子乾淨 乾氣才會上來 特別對於黑斑的效果就非常好 然後轉畫一個圓 膝蓋就要蹲下去 然後把我的手貼在我的胃 因為我們的腳部有六條的經絡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蹲 要讓我們的氣能夠上下的循環 好 到了位之後 再把手放回後方 再把我們的手從 你看差不多也是在位這個地方 然後起身 肩膀 腋下 打開 轉身 畫圓 落下來 我在全世界教回春宮 大概很多人都會有感 老師你這個皮膚是有 是有亮 有亮的 所以你看這樣一起來 在換手 循環變好 脾胃這個地方一撐起來 所以你如果是有脾胃比較弱的人 這個動作一做就會打嗝 然後轉 膝蓋蹲 然後把手貼在我們的脾胃 所以古代還有一個講法就是 先天補後天 後天補先天 所以這兩個同時對著 再放回後方 我現在再從頭做一次 從前方起身 人站起來 手腕轉 轉到後方 將我們的肝筋 我們的肺 我們的心做一個調理 然後把氣歸到 我們的脾胃的地方 再回到後方 接著做右邊 你只需要左右一回合 只要做八次 就會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有沒有說哪一天要什麼時候 時段做比較好 哪一天要做 你如果不要垂下來 就天天要做 那有沒有早中晚 像我是早晚都會做的 所以做了16回合 大概其實就5分鐘的時間 然後做完再加上我們剛才的提炎素 因為裡面的氣已經上來 這個再拉一下 一推 拉一下 一推 就會有很明顯的回春的效果 對 所以這個工法介紹給大家 就是像 由養的五臟六腑 再加上貴妃的提炎素 就可以讓你水噹噹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又不會煮菜 所以是聽說你的醫美 有一些辦法 可以幫忙我們拉提是不是 這個是怎麼回事 快速回春 事實上這是我們美容外科 快速回春 事實上現在最流行 大家都聽過面部的拉提就是 埋線拉提 埋線 你怎麼了 怎麼做 是在替代我們以前 我們整型外科 在做的五爪跟八爪的 一些拉皮的術式 現在都利用微創的一些術式 在我們的髮際線這裡 去開幾個小孔 然後利用埋線 最重要的是那個線長達12到15公分 事實上線上面都有勾次 勾次的話是就像我們以前把它 把我們皮膚 我們在肌肉下面的筋膜層 對 給分隔開來 現在我們是利用線 就像一個我的手掌一樣 我的手掌一樣 用線把它埋到肌肉筋膜層的下方 它埋的線就是這樣子嗎 就是這樣子埋嗎 對 就是這個線的方向 就是這個線的方向 就埋在肌肉筋膜層的下方 叫深筋膜層 那淺筋膜層我們也用線去埋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把直接 我剛才說過 鬆垮的這些肌力組織的肌肉筋膜 給它往上提升 有一個支撐的力量 然後提升之後把它固定到 固定到我們髮際線的這個孔 這就是整個的術室 也是現今最流行的埋線的拉體 一定要像這樣子埋三條嗎 還是可以看自己的狀況 沒有 看它狀況 對 罪的情形跟皮膚 鬆垮的情形 所以就比較 因為我以前看過一次拉皮的手術 真的很驚人 就像蘇伊斯講的一樣 真的是這邊切開 然後把頭皮夾往上拉 你拉下來之後 真的就是拉掉一堆的皮在這個地方 一樣是固定到後方 現在這個真的就是 用一條線這樣直接拉對不對 微創的術室 這種術室現在是又快又好 以前做一個整個整型的拉皮的術室 可能要三到五個小時都要 現在這種術室大概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就可以完成 但是我們還是要 最好還是自己多練練氣功 少曬太陽 沒事就拉拉提 但是如果說 比如說你下個月就要去相親 來不及的話 也許可以考慮一下 用這樣這個的方法 另外就是 很多人他在補身體的時候 很怕會吃到變胖 所以下一段我們就要告訴你說 怎樣煮出來一些東西 可以補蛋的膠原蛋白 又可以讓你身體很輕盈 求教老師你現在幫我們煮一個湯品 叫什麼名字 高鮮多椒鹽養鹽湯 好 那我這個材料就是 這裡面我用的是 這個是土雞腳 土雞腳那個油脂沒那麼多 那個膠質一樣非常的高 膠質很多 它會比較瘦一點 所以你就可以多放一點 這拿來煮湯的 熬湯的 對 因為今天人口眾多 好 那我也放一些這個 番茄 新鮮的番茄 牛番茄大顆一點的 然後還有牛蕃 牛蕃 怎麼看起來就像薑 牛蕃 是 那其實我是在家裡 我已經先把這個雞腳 我已經先熬了30分鐘了 30分鐘 所以我這些湯頭 如果你把它放兩個 它是結凍的 對 不是那個換中煙再吃那個粥 它都是膠原凍就對了 好 那我會加的是 食物的膠原 所以我個人很喜歡吃黑木 對 那是一定要把它洗乾淨 因為它會有一些木屑還有沙 還有呢 那這些通通丟進去 接下來這是洋蔥 那你洋蔥不需要先丟 因為洋蔥其實有一點脆感 會讓這個湯非常的清爽 好 那就把它加進去 其實這樣子 它不讓它丟進去 滾起來的時候 最後再放這些 對 紅棗可以先下去 其實我在熬那個 早上在熬的時候 我已經有放紅棗下去了 所以我現在紅棗 就是一個似意圖 似意圖這樣子 OK 所以你早上熬的是紅棗 加那個雞爪一起熬了就對了 熬了30分鐘 還有我會加一些蔬菜 因為十字花科的東西 現在這個季節 不管是芥菜 是高麗菜 中時就對了 其實都很中時 那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總是 這一些你會感覺到 我吃不到肉 我非常的空虛 補一點蛋白質 所以我就給它這個 對 這個蛋白質就是一個 鯉雞肉 因為鯉雞肉 它這邊也有毛筋 這個筋 也就是一些膠質的一個來源 它不是油 對 但是它的一個切點就是 就老的 煮起來就牙口不好的人 咬不動 對 所以我就是用這個鳳梨 先軟化它對不對 把它抓一抓 所以我也怕你們沒有看到鳳梨 所以我留一塊在這邊 所以你這個鯉雞肉 是鳳梨抓過的鯉雞肉對不對 是 但是它沒有鹹味的 因為我在想說 就讓它直接就是清爽的一個味道 那會手腳冰冷的人 其實他們的血液循環也會不好 那你的吸收功能 其實也會不是那麼的讚 所以我會加一點就是 身體的除濕機的一個薑 然後加一點點的麻油這樣子 把它加下來 所以一些女生特愛一個麻油的料理 我們麻油不用很多 我就給它一點點就好了 對 好 好 還會有大蒜 好豐盛 怎麼發現你煮菜的那個技巧 就是用一直丟東西就可以了 對 是 我那個酒 那個酒我不要現在加 因為酒它起鍋的時候 你加那個酒 你就會覺得說 這一鍋的湯頭特別的香 但是你起鍋的時候 你加了酒不要加200CC 我們就只有加10CC而已 200CC你就不用錄影了這樣 好 那我讓它滾起來 因為雞腳一定要先滾30分鐘 它的膠鹽蛋白才會出來 那我會加的就是這個蛤蜊 第一個提鮮 再來蛤蜊也是一個優質的蛋白質 那這個都滾起來的時候 來我們把泡泡就撈一下 這些泡泡呢 你看 大滾的時候 你要記得就是大滾的時候 真的 聞到那個酒的香味 已經被你逼出來 聞起來非常的好 對 剛剛我 手就碰到 你看就是大滾的時候 我們上面的泡泡就會撈到 如果你把它轉小火 泡泡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是讓你的湯頭清澀 就一開始就給人家大滾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隔離下去 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如果電視機器 你鼻子有好到可以透過電視聞到 真的很香 那應該代表有一點幻覺吧 是 銀娃妳怎麼看這道料理 那我就加鹽巴 對 銀娃妳覺得這道料理含了多少 它的優質蛋白質就很多 但是我還是要跟觀眾朋友強調 就是很多人覺得 吃豬腳 吃雞爪會補膠原蛋白 它的膠質 但是其實膠原蛋白 它本身分子量很大 所以其實你在腸味道 還是要分解成小分子的胺基酸 才可以提供給我們身體吸收 然後利用 所以絕對不是補膠原蛋白 得到膠原蛋白 它其實都是要經過很多的 就是代謝的一個 分解的一個反應 所以其實 說實在 基本上你生活中 只要有足夠的優質蛋白質 像剛剛講的牡蠣 肌肉 其實就很棒 對 還有這個里肌肉 比較瘦一點 因為你用了雞腳 所以你就怕它的優質太多 所以就用這個里肌肉 對 像我們一般就是 要讓你的營養器合成 也是必須要一些蔬菜 所以我個人 我是很喜歡加蔬菜進去 好 這個里肌肉很快就好了 現在青菜下去 最後放的是花椰菜 一分鐘 一分鐘 什麼顏色都有 綠色 紅色 白色 黑色 這是我煮給家人吃的 我很喜歡把很多的蔬菜 加在湯裡面這樣子 比如說煮蘿蔔湯 我就不會光一個白蘿蔔 我會加紅蘿蔔這樣子 好啦 蓋起來一分鐘就可以了是不是 也不用蓋了 因為它是水的東西 好 最後酒就下來了 加酒 好 就完成了 這道高鮮多椒鹽養鹽湯 是顯用的富含膠質的土雞腿 跟滿滿的新鮮的蔬菜 一同熬煮 喝起來甘甜爽口 還有保持青春活力動靈的你 一定要試看看 書醫生 那我們臨床上 用維他命C去美白 真的很建議大量使用嗎 臨床上維他命C 確實在血液上是可以美白的 對 大量的維他命C 事實上也不太建議 因為它還是要經由乾身去代謝 所以還是要安全為主 對啊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水溶性的維吾度不會中毒 但是用久了 耳心 嘔吐都還是很常見 譬如是像大家想的一樣 水溶性的 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大家想要逆臨而行 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保養 所以今天彥寬老師已經教我們 從五臟六腑保養自己的臉部 還有貴妃的拉提素 如果像有吃一些食物 也可以學學校老師 煮一些膠原蛋白的料理 又不會讓你變胖 另外就好像名畫在講的 其實日常我們很多的生活習慣 什麼感光食物 其實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有機會 還是要從自己的內在 開始做集合 當然如果你明天就要去相親 你就去找拉提吧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記得 遠離陽光你就會永遠年輕喔 Bye Bye 今天我們下次見 Bye Bye